看到国际方面 中美贸易协定的 首阶段协议签署以后 美国随机就转向欧盟 转向欧盟之后 想与欧盟开启新的谈判 武汉肺炎的疫情 也是持续的扩散 那么多地已经被波及 并且美国也出现了 首例确诊的病例 而另一方面 正在瑞士举行的达沃斯峰会 又向市场传递了哪一些信息 更多的消息 我们立即来联系 新城进封金融分析员 莫浩南 哈喽 凯斯珀你好 哈喽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你好 那首先想跟你说到 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他表示 希望同欧盟 达成新的贸易协议 但是也说了 如果没有协议 他有可能就要向欧洲车 来加征关税了 那么从您的观察来看 未来美国是否会在 贸易往来中寻求更多的 或采取更多的行动 对于美国今年的经济 它会有一个怎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的话 其实整个2020年 我其实觉得是一个蜜月期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你会看到说 比如说今年 这个战朗普总统 他自己的选情 那个选举 也是在那个11月 11月份的时候去举行 那所以的话 这一年的时间 我觉得他大部分的时间 那个焦点 还是放在于 他自己的那个选举方面 怎么去拉票 怎么去保住 自己的那个 那个总统的那个席位 所以短期来说的话 我觉得他在贸易方面 可能在欧洲 或者是在中国方面 其实他在 他很多方面 其实是在这个跟 就也是外交的一些手段吧 也不会实际的去做什么 很大的动作 所以今年我觉得是 比较平静的一年 但是明年就比较难说 所以整体方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整个市场对于这一些 可能只是少少嘴皮子的一些 一些小事情 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在里面 对 那其实另外一方面 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就是武汉疫情方面 那看到扩散 已经是影响到了 区内及美国 而且市场比较担忧 会拖低经济 投资市场反应 相对而言是比较负面的 会担心对内地经济 是构成一个下行的压力 区内货币呢 也可能是受压 那想想其实看来 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 市场是出现了很多的担忧 那您的这个看法 以及对于市场 未来的一个观察 会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我先跟他说一下 就是我自己也本身 不是一个医药的一些专家 但是我在这几年的观察来说的话 我觉得最近中国节 十年二十年 其实对于这个医药 还有那个检验检疫方面的 一个进步其实是很大很大的 特别是你看香港的一些 比如说你到医院 然后去看一些外面的一些 有一些警级啊 或者是有一些 一些标语在上面 就可能表示说 那个时候的流感的一些情况 是怎么样 所以你看到其实整个中国 还有香港这些地区 其实整个对于这些的 这检疫检 防疫的这一些意识 其实都很强了 就相对于这18年前的 这个沙士的一个情况 也进步很多 那所以我觉得的话 这个武汉的疫情 其实对整体市场的影响 还有对经济的影响 其实没有那么大 其实一个短期的一个 一个催化级 就是说可能短期有一个调整这样 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 从这个去年的 可能9月10月份左右吧 到现在其实整个大市 累积的涨幅已经很大了 所以大市其实只是找一个借口 去调整一下 可能因为今年长的一个假期 所以想要把仓位调低一下 这个是基因经理的想法 这样会 这个想法会比较多一些 好 那我们现在来 把目光转到这个瑞士吧 现在正在瑞士召开的 达沃斯峰会上边 香港也还是一个 全球瞩目的焦点 持续了超过半年的 这个社会运动的当下 再加上疫情也是有可能 会波及到香港 这种担忧的情绪 那么您觉得 这些因素叠加起来 是不是会对今年的 香港的经济形势 造成一个更加大的压力呢 其实撇除香港现在的 社会运动 还有这个疫情的影响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社会运动发生之前 其实这个香港的GDP 那个增长啊 或者是零售啊 各方面的增长 其实也是缓了下来 然后再加上这些事件的话 肯定是对于这个香港的经济 会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主要的 还是在于这个政治的局势 还有社会动荡方面 是影响香港是比较多 因为你看 你可以看到其实 刚刚也说了这个医管局啊 医院各方面 对于那个检疫的一个 一个情况的力度 已经进步比20年前 进步很多了 那最主要的话 还是这个政治局势方面 因为可能有很多法案 通过不了啊 或者是持续的示威 对于香港本地的一些商货啊 或者是地产金融的一些影响 这一方面是 确实这样来说的话 会比较严重 特别是你看到 比如说铜锣湾啊 或者是一些商场啊之类的 其实现在已经开始 慢慢地见到 这个控制率的出现了 比如说铜锣湾的话 现在我大概记得 那个数字是应该到10%的 一个控制率 所以地产方面 我觉得肯定是 对于整个大市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整个香港板块的话 特别是一些香港本地的 一些业务比较重的公司 今年是确实是需要小心一点的 那么再想跟您 还有一点时间可以探讨一下 现在春节临近啊 一直都被期于众望的消费板块呢 现在看来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那么您觉得在这个时间段 如果没能够拉升一个销售的话 未来这个零售业在开年以后 会不会更加的困难呢 我觉得还是萎缩的比较多 因为特别是香港方面 首先这个社会动荡 会影响一些游客来香港的 一个热情吧 还有就是那个武汉的 那个疫情方面 其实对于内地的影响 会比香港的大一些 所以整体全方面的话来看的话 那个访问香港的一些旅客 感觉是会比之前少很多 现在的数字也看来应该会减少 30%到40%左右 那所以对于整个零售的行业的话 特别是比如说沙沙啊 这些公司肯定的影响会很大很大 你看到这些公司 其实零售的门店也是逐渐的在关闭 很多已经开始把目光转移到 这个内地或者是东南亚的一些地区 那香港的店肯定是开始要减少了 所以这个整个联动的话 其实零售啊 还有影响地产的一些租金啊 然后地产如果真的有租金啊 各方面的那个收入的减退的话 对于香港的金融还是有影响的 所以整个是一个联动的状态 所以没有说什么一个板块 可以独散其身我觉得 好 这节非常感谢Casper 与我们的电话连线 谢谢您 那我们也是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